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世纪系列由漫画改编的电影《地富者》 一位保安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个男人张开双臂 一动不动地站着 无论他怎么用力都摆不动这个男人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人们称之为地富者 电视台对这些人群进行了采访 可这些人都保持接默 于是地富者就成了一个谜团 女主前夜是一家心灵协会的成员 她的工作就是调查地富者产生的原因 她认为地富只是一种心理问题 在询问树下的阿时一系列问题未果后 阿时的母亲说 难道是因为彭泰 彭泰是阿时的宠物狗 但是不到一年就死亡了 就长在这棵树下 回到公司后 前夜对上司猜测 地富者可能是停留在自己一场留恋的地方 之后上司便邀请前夜吃晚饭 这时前夜却接到了在住院的母亲的电话 母亲说真灰气 居然跟前夜死去的父亲一间病房 从母女两人的谈话中可以得知 母亲因为瞧不起父亲 与别的男人离家出走 父亲气得心脏病住院 并且非常暴躁 甚至还会对前夜动手 前夜把这所有都怪到了母亲身上 说着母亲心脏病发 她暗情了急救灵 并说这可能就是报应吧 前夜回到宿舍后 看见上司也张开双臂 站在她的卧室里 也然也成为了一个地富者 在询问的过程中 上司暴躁地打断了前夜 这让前夜更加急迫地想要找到解决办法 第二天政府下令要隔离这些地富者 在纠缠的过程中 她上前阻止 却不小心拽掉了地富者的胳膊 原来这些地富者已经石化 她赶到阿石这里 发现阿石的脚已经开始石化 她急切地劝说着阿石 阿石也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宠物狗彭泰就是阿石 亲手杀死的 彭泰是绝对不会原谅她的 前夜这才明白 地富者并不是出于留恋才变成这样 而是因为罪恶 他们隐瞒了自己发生的罪恶 为了这份苦恼才会自己祝福自己 前夜回到家 在向门卫大爷了解后 毫不留情地对上司揭露了真相 上司也胆言 这间屋子里原来住的是自己的前女友 在准备结婚时 上司突然发现女友背叛了自己 一气之下就将她掐死了 仍会把罪恶的记忆封印在内心深处 越是讨厌记忆 越是想要忘记 说着上司流着泪 一点点的被石化了 再次来到医院的前夜 看到母亲发病 突然想起以前在这里住院的父亲 父亲把母亲离家出走的事 怪到了前夜头上 就连自己会变成这样 都觉得是前夜的错 她经常对着前夜 拳脚相向 所以在犯病的时候 前夜对父亲的怨恨 促使他没有按下急救灵 紧接地导致了父亲的死亡 而此时 慢慢的罪恶感 在前夜心中 油然而生 这个世界上会有人 没有任何罪孽地活着吗 也许 大家都怀着 某种罪孽 痛苦着活着 可是无论怎么后悔 都太迟了 影片最后 前夜也变成了地妇者 站在了医院门口 故事借用了 日本民间传说 第一副灵的概念 嫁接到现代都市 反映的道理显而易见 一切都有因果报应 源于心里的束缚 体现为身体的束缚 不过还能有 自我约束的人 也不算白头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病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